这是之前下雨时拍下的画面 只见大量雨水从高高的挡土墙宣泄了下 就像小瀑布一样 走路骑车经过都不方便 位在汐止潜伏街的天伏宫 就位在新台湖路桥下 这几年只要下大雨 因为桥上漏水造成水都往底下冲 让庙方真的很困扰 因为造成一旁地面长期积水长青苔 走路湿滑环境也脏乱 周边非常多的一些设施老旧 而且长满了青苔 那也谢谢我们里长长期关怀我们 更感谢张景豪议员服务团队 对我们的关注跟帮忙 4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承报到 我们汐止区公所上去 请他们也有请他们过来看 所以因为这是刚好 现在都没有下雨天 不知道说我们现在 所有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改天我们还会提供 这里下雨的那个状况 因为这个自从这个人行道做完之后 变成我们天府宫的一个大麻烦 因为常常饱受这种下雨的之苦 我们的乡亲要来天府宫拜拜也没有办法 真的都是这样撩水过 这样一样 真的是一个小瀑布一样 气质的茄冬礼天府宫这边 因为很多幸福来这里拜拜 有发现说上面的新台湖路 常常因为下雨的关系 那水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宣泄管道 那导致于说旁边那些边坡 一直流到下方去 那还长了很多青苔 所以今天找养工处 还有像这条路的围管单位 一起过来讨论 在结果成情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一行人也直接走到上头的新台湖路桥上 去看看到底哪里出状况 结果发现排水孔都被杂物堵住 造成水直接往下面的茄浮公冲 会看也要求尽快改善 立即性的一个礼拜 在下礼拜五前要把它做一个清淤 就是这些管道的一个畅通 一个礼拜下礼拜五前 要把它做一个完整清洁 还有清淤的动作 那我们一个月内会把这个 鞋动一号桥这边 一个宣泄的管道会把它完成 做一个崭新的一个排水的一个管道 为了就是让这一个新台湖路 来到水来到这里 那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宣泄 因为如果没有让这个积水 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 把它宣泄出去的话 很容易造成积水 在这个弯道这里会危险 先清理杂物后续将新台湖路 前东一号桥这里 重新整理出新的排水路 解决问题 这种惠林细致采访报道